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很害怕 我有時候很害怕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當我在山羽那裡走著 突然之間就聽到起火 大家一起就向上走 我那時候是一個十二歲的小朋友 我怎樣控制到自己的情緒 那時候我很害怕 但我去著前面走 因為我以前非常軟弱 但我那時候也想到 我不走會死 我跑到山頂的時候 我就拉出病房 失足就跌回到山欄 一跌下去的時候很驚慌 真的很失落 自己面對著自己的能力做不到 所以那時候很突然站起來 我就知道我要求助 求救 跟誰求救我 喊誰都沒用 喊身邊的人 身邊的其他一個 我附近的其他一個沒有人 喊老爸媽 喊老爸 他上班 你這裡幾天 報警 就算給你 那時候我手上的電話 也報不及了 這番火火海裡 我起了心 我爬回到山 但我那時候被火燒 那樣 我就是大喊了一句 你少一小季去救 我不想死 三个月之后 运行奇迹地申请 接下来是九个月的艰苦治疗 六成皮肤烧伤的结果包括 容貌尽毁 失去了手指 一只眼的视力 和一只耳的听力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 为着鬼用和手指被截除的事 十分激动 因为我相信 当我能够自行走动的时候 便会去自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